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環球看點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4月15號 星期一 這期給您帶來的新聞內容有 伊朗無人機群攻擊的背後有中共撐腰 聯合國大會上 以色列和伊朗大使激烈互嗆 法國有51%的年輕人願意赴烏克蘭戰場 耶倫先禮後賓 美國已經準備好與中共打經濟惡仗 嚇阻中共侵略 臺灣擬定建立滨海作戰指揮部 中共遭到美國與盟友圍困 幾乎沒有能力還擊 在開始節目之前 還是先拜託您點贊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期的最新消息 來看詳細內容 前段時間在以色列的精準空襲 消滅了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的多名高級將領之後 伊朗多次隔空喊話威脅 醞釀已久的報復行動在4月13日夜間展開 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指出 伊朗對以色列發動的空襲看似明目張膽 實際上是經過精心策劃 從伊朗選擇由自家的領土發射導彈和無人機 到提前預告鄰國 種種跡象都說明 伊朗的最終目的是要讓行動以失敗收場 既保全了伊朗在中東的顏面 同時也避免了和以色列陷入全面開戰的困境 伊朗在當地時間的13日出動了超過300架無人機 發射了大量的懸役導彈和彈道導彈 經過約旦 伊拉克甚至是美軍基地的上空 其中絕大多數是在進入以色列領空之前 就遭到了以色列的鐵穹防空系統的成功攔截 儘管如此 在將近4個小時的行動當中 全世界都目睹了導彈和無人機在夜空中呼嘯而過 遭到攔截之後又燒成火球墜落地面 社交媒體上流出的視頻畫面 彷彿在預示著一場災難性的戰爭的開始 以色列軍方宣布 以軍的遠程艦式防空系統 成功擊落了伊朗發射的120枚彈道導彈中的絕大多數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特別強調 以軍的艦式三型防空系統 已經證明它能夠抵禦來自伊朗的大量彈道導彈 伊朗無法對以色列空中戰力造成任何的損害 同時F-35I戰機在完成了進攻和防禦任務之後 安全地返回了基地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還報導表示 伊朗選擇在距離以色列1600公里之外的 自家領土發射導彈和無人機 而不是借助真主黨和胡塞武裝等代理人之手 任由那些導彈和無人機飛行多個小時 讓以色列有足夠的時間來反應 使這場行動已經失去了殺個措手不及的實質意義 除了以色列自身防禦系統 還有以美國為首的盟友都出手相助 最終只有小部分地區真正受到了攻擊 包括一處軍事基地和內蓋夫沙漠的一個區域 有觀察認為 伊朗是一個經濟基礎薄弱 大量人口在貧困線上掙扎 而且高度依賴政府補貼的國家 在前些年 伊朗勒緊裤腰帶對也門胡塞武裝 哈馬斯 還有黎巴嫩真主黨等組織的過度援助 已經引發了它國內的多次抗議 如果真的親自下場跟以色列和美國硬槓 憑藉著伊朗的經濟是打不起的 更不用說伊朗和以色列之間並不接壤 仗要真的打起來的話 全要靠飛機和導彈 要花的錢不計其數 伊朗根本沒有這個經濟實力 伊朗聲稱在行動之前已經提前通知了鄰國 伊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西安事後表示 發動空襲前的72小時曾通知了土耳其 約旦等周邊的國家 而且還有美國 這樣一來 伊朗就可以控制行動後果不會擴大 對外避免了和以色列陷入全面開戰的窘境 對內也能避免在經濟岌岌可危的情況下自找麻煩 另一方面 伊朗確實也像前段時間所喊話的那樣 對以色列祭出了報復行動 保全了在中東地區的顏面 免得被說是紙老虎 而伊朗無人機群攻擊以色列 被專家懷疑背後有中共在撐腰 伊朗14日凌晨發射的170多架無人機 儘管被擊落的具體型號仍沒有公開 但是近期已經有許多證據表明 伊朗大規模發展無人機的背後有中共的供應鏈支持 專家們認為 來自中共的可能性很大 臺灣國防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所長歐西傅15日表示 伊朗受到美國的制裁 高性能的戰鬥機的生產一直停滯不前 所以它大量的發展無人機 雖然質量不是很好 不過數量很多 這次伊朗所發射的無人機 是和它出口到俄羅斯相同的建政者系列無人機 而早在2023年的6月份 西方國家就在這款無人機的殘骸當中 發現了中國製電壓轉換器 美國之音表示 西方國家應該警惕的是 中共利用提供無人機零部件 支持它的代理人在區域衝突中四處點火 讓民主陣營疲於奔命 聯合國安理會14日針對伊朗攻擊行動召開緊急會議 結果以色列和伊朗駐聯合國大使發生激烈互槍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爾登表示 伊朗摘掉了面具 露出了全球頭號恐怖主義贊助者的真實面目 伊朗作為地區和世界不穩定因素 各國必須要制止 爾登更是呼籲聯合國安理會 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 伊朗駐聯合國大使伊拉瓦尼堅決表示 伊朗正在行使所謂的自衛權 指責聯合國安理會沒有能履行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職責 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13日就已經譴責了伊朗 同時邀請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目前外界高度關注的是 接下來以色列將會採取怎樣的回應措施 在14日的時候 以色列戰爭內閣的三大巨頭 內塔尼亞胡 甘茨和加蘭特召開了記者會 宣布反擊措施 有分析認為 實際上以色列更可能的選擇 應該是利用這次受襲換來的受害者形象 加緊解決哈馬斯問題 因為在這次的襲擊發生之前 以色列國防部已經警告 如果伊朗動手 他們就會在加沙南部清剿哈馬斯 用打擊小弟的方式羞辱大哥 同時肅清他周邊的安全隱患 外界認為 這應該也是對以色列最有利的報復行動 烏克蘭的抗俄戰爭進入到第三年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2月底的時候曾表態 不排除派兵前往支援 《巴黎人報》稍早報導說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有57%的受訪的法國年輕人 準備在發生戰爭時入伍 有51%的人願意在法國出兵烏克蘭時參戰 報導表示 法國國防部稍早公布了一份 在2023年6月到12月期間 進行的社會學研究計畫成果 其中包含益普索研究所 在2023年6月16日到7月9日期間 對2301名的法國18歲到25歲的青少年 所進行的調查 結果顯示 法國愛國主義重燃 問卷調查的題目包含 如果保護法國 需要法國參與烏克蘭戰爭 你準備好承諾保衛你的國家了嗎 結果有51%的受訪者回答 是 當中有17%是絕對是 和34%的也許是 在沒有提到任何特定國家的情況下 有57%的受訪年輕人表示 他們已經準備好在發生戰爭的時候入伍 而贊成在烏克蘭部署法軍的 法國年輕人比例是31% 這個比例將近是50歲以上的受訪者的兩倍 有69%的受訪者擔心 會與俄羅斯發生核武器衝突 還有49%的受訪者 贊成在必要時動用核武 另外還有62%的受訪者認為 把1977年被廢除的當兵義務一制度 重新恢復是一件好事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上週訪問了中國 譴責了中共不公平經濟行為 日前他再次表示 針對中國的產能過剩 美國不排除採取任何措施 包括加徵關稅 阻止大量的中國的廉價商品 湧入美國市場 耶倫在15日的時候 對美國有限電視新聞網表示 我們擔心中國產能嚴重過剩的商品 對美國市場的出口可能會激增 他提到在與中方的討論中 他有非常明確的表示 這不僅是美國的擔憂 也是其他國家 歐洲 日本 甚至新興市場的擔憂 例如印度 墨西哥 巴西等等 耶倫所譴責的中共不公平的經濟行為 包括涉嫌霸凌在中國經營的 美國和其他外國公司 以及通過國家補貼某些產業 導致產能過剩 用這種方式扭曲全球市場 當被問到美國是否可能會徵收額外的關稅時 耶倫表示 不會放棄任何可能的回應 我們確實希望負責任的管理這種關係 外界輿論普遍認為 耶倫是先禮後兵 先盡量的和中共交流溝通 如果中共一意孤行 那麼美國的反擊也不會手軟 而從目前的情形來看 中共並不買拜登政府的賬 對產能過剩的問題 中共方面還是矢口否認 中共駐美國大使謝峰說 質疑中國產能過剩是一個偽命題 並說從全球範圍來看 優質產能不是過剩 反而是嚴重不足 4月11日的時候 有6家中國的公司被美國商務部 列入了出口實體清單 其中4家公司購買原產於美國的商品 支持中共的軍事現代化建設 另外2家公司分別向俄羅斯軍方提供無人機支援 以及參與為伊朗的一家飛機公司購買航空航天零件 包括無人機、軍民兩用零件等等 美國認為這違反了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 到目前為止 拜登政府已經把319個中國實體或個人列入了實體清單 而在開啟美中貿易戰的川普政府時期有306家 這顯示拜登和川普雖然是國內的政治對手 但是在應對中共威脅方面 拜登繼續延續了川普的對華經濟政策 又繼續有所發展 時評人士王赫認為 中美之間的經濟大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已經準備好了與中共打這場經濟惡仗了 臺灣對中共可能的侵略威脅時刻都在防範 臺灣海軍正在計劃設置一個濱海作戰指揮部 它將在2026年成立 能夠強化24海裏內的防務 以反艦導彈火力網嚇阻中共的威脅 軍方知情人士透露 目前初步規劃的濱海作戰指揮部 將收編海風大隊、導彈快艇部隊、海洋監針指揮部等等 指揮官的官階是中將 轄下包含了導彈快艇部隊、反艦導彈部隊等單位 人員則是由臺灣海軍內部自行調動部署 臺灣海軍司令部回應表示 這個指揮部將統合海上監視偵察、打擊與通信能力的 暗制機動部隊 另外還會根據敵情威脅建立分散式指揮管理 提升聯合截擊作戰效能、增加防禦能力 臺灣國防部之前也曾證實過 濱海作戰指揮部擬定整合現有的暗制反艦導彈部隊 軍方人士也證實 濱海作戰指揮部的指揮官為中將 轄下的各海風大隊將改編為北、中、南、東四個打擊群 中央社報導說 臺灣對美國軍購的100套暗制魚叉導彈海岸防禦系統 到2028年全數交付後 加上臺灣國造的雄風二型和三型反艦導彈等各類型的導彈 總數將突破1000枚 臺灣軍方初步規劃在雲林、臺南、左營、屏東以及臺東一帶增設海風大隊基地 強化臺海周邊精準導彈的制海戰力 臺灣海軍艦隊的前戰隊隊長、國防安全研究院的學者江新彪分析認為 臺灣海軍擬建濱海作戰指揮部是應對防衛作戰需求 把臺灣構建成刺衛島 他還指出 中共的民兵、海警等船艦最近頻繁地侵擾臺灣灰色地帶 臺灣海軍的防衛構想必然也會納入海巡 來應對中共對灰色地帶的威脅 臺灣國防院學者蘇紫雲認為 臺灣海軍的這項改革有助於臺灣的區域巨組防務 由於是擔負24海裏內的防務 這也是在明確地向國際社會展示 臺灣是為了守衛作戰 前臺灣國防部副部長立委陳永康在3月15日時曾表示 濱海作戰指揮部的導彈基地是固定機動陣地 臺灣全島都可以部署 全方位的抵抗外來威脅 這是一種戰略性的部署 美國、日本和菲律賓在日前舉行了首次的峰會 推動三邊國防合作 對中共在南海的危險行動也表達了嚴重關切 《紐約時報》報導說 中共面對美國和盟友的遏制、包圍和打壓下 除了言辭譴責以及加強海上巡邏之外 幾乎無法還擊 美日非三國領袖在11日召開了歷史性峰會 表示會推動三邊國防合作 加強海軍和海岸警衛隊的聯合演習 同時承諾將進行新的基礎設施投資 以及技術合作 拜登還表示 美國對日本以及對菲律賓的防禦承諾 像鋼鐵一樣堅定 還強調了任何在南海對菲律賓船 或武裝部隊的攻擊 都將觸發啟用共同防禦條約 《紐約時報》在15日報導表示 這次的美日非峰會的基礎 是2023年美日韓領導人 在馬里蘭州大衛營達成的防禦協議 以及2023年公布的美英澳合作開發 以及部署核動力攻擊潛艇的計劃 而對中共來說 美國的行動就等於是冷戰的翻版 讓中共受困於美國和盟友與夥伴的圍堵之下 從日本到菲律賓沿著中國的東海岸延伸 又沿著中共和印度有爭議的喜馬拉雅邊界 甚至穿過太平洋 一直延伸到一連串的 具有戰略意義的島國 而中共就在這個包圍圈當中 但是在這場遏制包圍和打壓當中 中共當局除了言辭譴責和走過場的海上巡邏之外 幾乎沒有任何的還擊能力 報導還表示 作為回應 中共只能是一直加強它與俄羅斯和朝鮮的關係 這期的環球看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 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感謝您的支持 感謝您的反應 感謝您的支持